无论我们对地球的繁荣与生命的奇迹感到多么惊叹 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 地球终将走向终结 而这一不可思议的命运 引发了人们对宇宙终极谜团的探索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 探寻地球将如何终结的命运 为了便于这段旅程 让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以某种方式有能力穿越时间 从地球的起源直到其终结 您将成为一个时间旅行者 新眼见证亿万年的岁月流逝 总共我们有大约一百二十亿年的历史需要涵盖 为了对这漫长的时间进行合理的划分 我们将把每十亿年压缩成一个月 因此地球的历史正好对应一个完整的日历年 从一月一日开始形成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终结 在这个尺度上 每一天的日历时间相当于3300万年 每一秒相当于384年 转眼间 我们来到了时间的起点 地球的第一天 踏出时光之门 眼前是一个陌生的星球 这是45.3亿年前的原始地球 地表破碎不堪 刚刚形成不久 随着新的陨石不断撞击 不断砸碎年轻的地球 原始地球的质量不断增长 你低头看着手腕上的两只手表 左手表显示时间只过去了三分钟 而右手表显示地球这里已经过去了数万年 抬头望去 你看到一片北灰尘和尘埃笼罩的黑暗天空 透过云层 勉强能看到微弱的闪烁太阳 这个时代的原始大气层 主要由氢和氦组成 与太阳最初形成的物质相同 你观察了几个小时 看着原始地球不断积累质量 但实际上体积却在缩小 随着行星的质量和重力增加 它将你脚下的延时压缩 你看着左手表显示早上七点 而右手表则显示已经过去了近一千万年 到目前为止 原始地球的组成相对均匀 岩石与金属混合 但在这个时期 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 胚胎般的地球被压缩导致温度上升 此外 大部分附加物质都是放射性的 这进一步加热了地球 表面和内部彻底融化 形成了巨大而深邃的岩浆海洋 在这个流动的岩浆中 重金属如铁和涅因重力而沉入 原始地球的中心形成了地球的核心 它们下降时与地脉摩擦产生热量 地球进一步升温 融化更多的岩石 使更多的铁下沉 地球内部发生了一个无法控制的加热效应 你刚刚见证了铁熔炉 这是地质学家长期研究的一个事件 这一事件标志着地球的演化过程的重要转折点 对于地球的结构和地球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只是地球演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当你抬头仰望天空 你第一次看到了极光 这是因为刚刚形成的铁涅核心 在地球周围形成了一个磁场 保护地球免受年轻太阳的有害辐射 随着这一天的结束 这个年轻的世界在经历了数百万年的动荡形成 内部的出血和痛苦的重塑之后 似乎终于平静了下来 然而 一片阴影正在笼罩着地球 它的苦难尚未结束 地球即将面临一场 具有难以想象的强大威力事件 这将永远改变地球的面貌 第二天 你再次望向天空 看到太阳旁边有 另一个小而明亮的圆盘失隐实现 仿佛接近然后又远离 这是特异亚 一个附近的火星大小的天体 也是最近形成的 但与真正的火星不同 这个天体被地球的拉格朗日点又似所牵制 但它太大 太不稳定 无法在地球金星和其他行星的引力作用下 保持稳定 随着它越来越靠近 早上7点02分 天空变得黑暗 特异亚降临到原始地球上 开始最后的致命冲击 由于特异亚体积较小 这对它来说是一场自杀式的冲击 一个注定无法获胜的战斗 然而它承诺在这次牺牲行动中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 两个世界碰撞在一起 将它们的大部分物质蒸发 将地球新形成的陆地撕裂到太空中 这场碰撞如此剧烈 强大 以至于它可以从数百光年之外被探测到 尽管特异亚努力而为 但地球仍以某种方式保持着它的存在 虽然变得畸形 面目全非 但仍然屹立不到 原本属于地球的许多物质 现在作为碎片绕着地球轨道运行 其中一些碎片再次降落到地球 对地球进行了新一轮的打击 但大部分通过引力聚集形成了环 团块 然后成为卫星 当午夜临近时 你目睹了第一次月升 这是你从未见过的景象 月亮看起来比你习惯的要大三十倍 地球成为了一个母亲 最后地球可以冷却 凝固 向着未来迈进 在过去的几天里 彗星洒落在地球上 每一颗都带来了水和挥发物质 甚至有机分子 现在有了如此多的水 你看到地球上形成了海洋 看到这个被水体覆盖的较为凉爽的地球 让你心情平静下来 这是第一次 你看到了类似于你所熟悉和热爱的地球的样子 它虽然贫瘠 荒凉 没有任何生命存在 但第一次它看起来像是地球 你现在兴奋的是 生命随时都有可能开始 而你可能会目睹到那最初的闪现 自海洋形成以来 已经过去了九天 而在这里的地方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亿年 过去的一周左右是超现实的 在这个未被触动的荒凉状态下 地球有着特殊的美 在地球表面漫步 你发现了海洋 河流 海岸线 每一个都可能是生命起始的地方 有机化学无处不在 今天你探索了一个靠近海岸线的温泉群落 它将来将成为西澳大利亚的一部分 在这里 你发现了一个含有碳12相对碳13同位素比例升高的小水体 你记得生命倾向于选择碳12而不是碳13 因为与较轻分子一起工作的能量成本更低 因此这暗示着生命可能在这里活跃 当你凝视着眼前的这一切时 你深刻地意识到生命的宝贵和伟大 没错 这些就是你的祖先 他们已经有41年的历史了 这些微小的细胞勉强能够生存下来 即使在理想的条件下也是如此 他们终将塑造这个世界 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看着数百万年在你面前闪过 生命现在弥漫在全球的水域中 尽管生命仅限于简单的微生物形式 但这些生物形成的巨大的细胞聚集体 即叠层时揭示了生命的扩张存在 年轻的太阳亮度比你所知道的要低近三分之一 但地球大气层富含吸热二氧化碳 使其能够保持足够温暖供生命繁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